这个女孩天生自带超能力 只要心率超过120就会释放电流 吹头发不能给烫到 否则妈妈遭殃 声音太刺耳 电视直接爆炸 爸爸也很夸张 把她当发电机来用 由此女孩有了江湖外号电机妹 一眨眼时间电机妹已步入大学 本来秘密藏得好好的 以为可以顺利毕业 但舔狗哥的出现让她险些暴露 被迫转学 舔狗哥是个屌丝 暗恋笑话班长 但不敢表白 这天课间休息时 舔狗哥不小心把球踢到笑话 对方不以为然 想着踢回去就是了 刹那间舔狗哥却看尽美妙春光 晚上又能冲了 舔狗哥虽然是个屌丝 但他画画特别好 会把笑话当成主角 画进漫画里 他把白天发生的事情 在天点笔墨 看得他直流笔血 结果第二天睡过头 上学要迟到了 舔狗哥急匆匆跑去交作业 却没想到本子弄错了 交上去的是昨晚一银的漫画 这下糟了 不仅漫画内容被人发现 还给拿去大批复印 他的秘密立马在学校传开 就连笑话都知道了 对方连解释都不想听 愤怒地把漫画砸向舔狗哥 这场大型社会性死亡 真是令人头皮发麻 舔狗哥从好友那儿得到消息 得知漫画是被同班的电机妹 拿去复印的 他蹲点女策 找到电机妹 上去就是一番指责 结果舔狗哥骂得太起劲 导致电机妹心跳直飙 不清楚状况的舔狗哥 甚至还直接上手抓住对方 舔狗哥以为电机妹 携带围禁电棒 他为了报复对方 把电机妹画成闪电女侠 还在学校各个角落 放满画作 让同学都看他笑话 没想到电机妹竟然无动于衷 心理素质真强大 舔狗哥没有办法 只好用对方落下的 暗恋学长照片作为威胁 让他交出电棒 不然就要告老师 舔狗哥想抓住对方 结果再次被电飞 电机妹也很无奈 你要告老师就去告 大不了我转学就是了 见电机妹一脸惨样 舔狗哥突然意识到 自己做得太过头了 他很是自责 并主动收回了画作 带着电机妹一起拿去烧毁 对方为了不让舔狗哥误会 只好说出了自己的秘密 舔狗哥听后大吃一惊 舔狗哥为了向笑话赎罪 居然买来一袋猪肝 想让对方补补血 笑话看这人实属弱智 吃个屁的吃 给垃圾桶吃吧你 舔狗哥很是伤心 找到电机妹 想让对方垫醒自己 见他不乐意 居然使上咸猪手 电机妹未表歉意 将他带回自己家吃顿饭 期间舔狗哥得知 电机妹被暗恋学长 邀请去参加接力比赛 若让爱情发芽的好机会 舔狗哥决定当一波聊机 隔天他们找到学长 舔狗哥见电机妹 不敢主动打招呼 直接将其推了一把 成功让两人聊起了天 紧接着电机妹要接受接力测试 这下完了 跑步会让心跳加速 交接棒又是铁质的 万一被学长碰到 那岂不是要给电飞 电机妹不敢交给学长 只好表示 想要当最后一棒 这样刚起跑的时候 心跳就不会那么激烈 这时 一旁的蘑菇头站了出来 想当可以 但你必须要跑赢我 电机妹二话不说答应了 口哨声吹响 比试正式开始 蘑菇头见跑不过他 居然咬了上去 这一下反倒把自己给电飞了 电机妹成功夺胜 她找到舔狗哥想要庆祝 却在对方家里 发现画满校花的漫画 电机妹这才知道 原来舔狗哥爱得这么深 她还发现 对方画了学长的漫画 这下两人不打不相识 成为了好友 不管上什么课 两人都会待在一起 他们会一起去做手工 去采别人种的植物 玩得不亦乐乎 去学习糕点烹饪 有电机妹这个发电机在 还要什么烤箱 很快接力出赛已经到来 电机妹作为最后一棒 十分紧张 当学长已经跑来 准备交接棒时 电机妹因为心理阴影 迟迟不敢伸出手 学长见铁棒就要掉地 一个踢腿地棒 把电机妹砸得比血直流 还好电机妹立马缓过神 接住铁棒 但时间耽误太多 根本追不上对手 舔狗哥站在一旁 拼命打气 电机妹收到鼓励 直接化作闪电侠 瞬间超过对手 赢下出赛 电机妹十分开心 抱住舔狗哥万般感谢 一瞬间 他居然有了心动的感觉 特地画了一本 关于电机妹的漫画 但他不敢多想 嘴里还一直念叨着 自己喜欢的人是笑花 不是电机妹 为了证明自己的真心 他找到笑花 当着同学的面 跟对方表白了 但他实在是太屌丝 再加上先前的一银漫画 自然是被发了好人卡 舔狗舔到最后 终究还是一无所有 没多久 电机妹被学长邀去约会 正当学长准备表白时 事实告诉我们触电危险 醒悟徒手触碰 到学长表示不愿和他交往 学长也很懂作 他鼓励着电机妹 听从自己内心的选择